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请注意 这种通过它只是一种政治表态 说白了就是给公众看的 它离真正的立法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因为共和党人坚定的反对枪支管理的态度 因此这个法案在参议院那个要求60%以上票数才能通过的那种可能性几乎是零 共和党是坚定的反对提高构枪的年龄 也坚定的反对限制攻击性武器和大弹架的销售 但是这个不意味着共和党人是完全没有政治压力的 实际上有很多消息显示 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他们迫于压力也在和民主党人进行谈判 他们希望通过一个温和的多的规模小的多的空枪法案 最有可能的话是只包括适度的扩大一些背景调查 以及提供更多的资金给学校来进行保护 总之美国的共和党人就是坚定的认为 保护美国人民持枪的自由是值得以付出 比其他文明国家高出十几倍的枪击案死亡率的这样一个代价的 说白了保守的共和党人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 自由是绝对至上的 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不惜一切代价 当然民主从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这种带血的意识形态的代价实在是太愚蠢了 我常在想 当我在谴责俄罗斯人发动战争的愚蠢的时候 我实在没有把握 美国人的这种执着于自己意识形态 而完全忽略现实代价的愚蠢 到底能好到哪去 我也不确定这种追求自由超过了尊重生命的选择 是否是一种疯狂 今天的另一件要文是 众议院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调查 今年1月6号国会山的包揽事件 最终的听证会将会在周四晚间 东部时间8点开始电视直播 调查委员会由7名民主党人和2名共和党人组成 共和党人Liz Cheney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 委员会的下一次听证是下周一的上午举行 下周可能还会有两次这样的公开听证会 最终的调查报告会在9月之前公布 今天还有一件令人不安的新闻是这样 有一名26岁的男子 周三凌晨在马里兰州 最高法院大法官Brett Cavanaugh 卡瓦诺家附近被捕 据他自己公认 他是从加州来的到马里兰州 目的就是来刺杀卡瓦诺大法官的 被捕的时候 警察发现他携带有手枪刀具和其他的武器 这位未遂的刺杀者表示说 他对德州枪击案的发生感到悲观 同时他认为最高法院将会很快的推翻 1973年的Roy V. Wade案的判决 撤销对美国女性堕胎权的保护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 美国最高法院充斥着保守派的大法官 因此他打算成为扭转这个局面的所谓英雄 然后他要自杀 但是他在最后决定行动之前 他改变了主意 他主动的打电话报警 并且承认自己的目的就是要刺杀一位大法官 这种极端的行为 毋庸置疑是可悲的 极端行为的根本错误在于 他们弄不清什么才是更重要的价值 颠覆Roy V. Wade 剥夺女性的堕胎权 这个当然是一个悲剧 放松枪支管理 制造更多的血案 这个更是悲剧 但是如果你采用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方式 甚至是危险的恐怖的手段 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话 这个代价就太大了 也许你能够拯救Roy V. Wade 你能够加强枪支的管控 但是这种行为将会让社会付出更惨痛 丧失正常社会秩序的这样的代价 我想这一点是这个刺杀者没有考虑到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关心实事的时候 不能够简单的靠自己的直觉去判断对错 而要对现代政治哲学有一定的了解 才不会去做这种简单的价值判断 才不会去选择这种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做法 什么事都是要考虑代价考虑成本的 简单的价值判断的另一个坏处是 容易让人变得意识形态化 执着于去坚守某些简单的概念 比如说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持枪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公民的自由是要绝对保障的等等 痴迷于这些简单的观念 它的错误在于 它完全忽略了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一些前提条件 它把这些有条件的结论放大为一个绝对的结论 就很容易发生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事 这种意识形态化正是美国今天出现严重的 公共意见两极化的重要的原因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 总之 如果我们关心时事 我们就应该去了解 指引我们如何看待时事的 人类现代的政治哲学的理论 而不能完全靠直觉 好 最后我们来说这个好消息 今天最重要的新闻是来自于医学科技方面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在刚刚发布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有一项研究显示 有一种新型的抗癌药物 获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 虽然这个临床实验的样本量比较小 参与者只有12名某种特殊类型的直肠癌的患者 但是 这个12个人服用了一种叫Dostalimab的药物 6个月之后 12名患者的肿瘤几乎是完全消失了 虽然这个样本量比较小 但是如此明显的效果和如此高的成功率 确实在医学临床实验中 尤其是抗癌药物的实验中是非常少见的 这篇论文的主要作者之一叫Louis Dias医生 告诉记者说 这是癌症治疗历史上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 更为可贵的是 这种药物几乎完全没有给患者带来什么副作用 患者们是在不知不觉之中 肿瘤就完全消失了 在他原本的实验设计中 服用完这个药物6个月之后 还要进行放疗和化疗 但是实验者们发现 这个根本没有必要了 因为患者的肿瘤消失了 Dostalimab并非是一般的抗癌药物 而是一种单克隆抗体的免疫治疗药物 这个领域正是抗癌治疗中最热门的一个类别 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就是负责清除掉不属于我们人体自身细胞的东西 比如说细菌啊 病毒啊 入侵体内的异物啊 等等 癌细胞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变坏了的人体细胞 这种变异细胞本身也是会被免疫系统识别为某种异物而加以清除的 所以肿瘤和癌症并非像我们一般人认为的是在某一个时刻 因为某种致病因素的出现而产生的 不是的 我们人体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这种癌变了的细胞 而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在每时每刻为我们清除掉这些变坏了的细胞 我们和肿瘤其实始终是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 癌症的发生本质上就是这种平衡被打破的结果 而免疫治疗的实质就是要重新调动我们人体自有的免疫系统 来清除这些已经变坏了的细胞 肿瘤的免疫治疗研究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开始的 当时的基因技术还不太成熟 所以免疫治疗还处于早期的探索阶段 但是在最近的10年中 基因技术突飞猛进 免疫治疗技术也就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训练免疫系统识别肿瘤细胞 或者直接制造针对肿瘤细胞的抗体 然后把这些抗体输回人体来引导人体的免疫系统杀死这些癌细胞 但是Dostalimab的原理和以上两种还不太一样 肿瘤细胞能够躲过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 其中有一种方式它就是把自己伪装起来 让免疫系统无法识别而放弃攻击 Dostalimab的原理就是去除掉肿瘤细胞的这种伪装 使得你自己的免疫系统能够识别肿瘤细胞是坏蛋 然后加以清除 这种治疗方式早期是在黑色素瘤和肺癌上有过一些尝试 但是没有想到在这种特别的直肠癌的治疗上 效果是如此之好 如果拿战争手段来比喻我们抗击癌症的治疗手段的话 那么传统的放疗化疗就有点类似于轰炸机的那种地毯式的轰炸 也许能够摧毁敌人的目标 但是也会造成大面积的平民区的破坏 免疫治疗有点类似于精确制导的所谓聪明炸弹的攻击 通过基因技术特异性的标注几个打击点来进行打击 这个既增加了攻击的效率和成功率 又很大程度的减少了对周围组织的伤害 所以免疫治疗的副作用一般都比较小 患者完成治疗疗程的配合度就会很高 这个癌症归根到底它是一种遗传物质的病变 基因技术也许是一条最终攻克癌症的最佳的途径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消息 下面我对明天的节目做一个预告 明天我邀请了一位嘉宾来为我们解惑一个问题 在西方对俄罗斯战争罪行的制裁中 有一类是对俄罗斯高官及其家人的私有财产的剥夺 不是说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 不是说罪不及家人不能搞连坐的吗 西方自由主义的先贤们也认为 即使在战争情况下也不能够随意地剥夺敌方的私有财产 那么西方的这种做法对吗 在明天的节目中 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西方政治哲学史的研究者 将会为您解答这个道德难题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明天是我的北美金轮节目 好 我们明天北美金轮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